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一貼不系列 上次衰退熊市0050、0056最慘的樣子 Hongo 安裝 你身為一個資深台股投資人 你經歷過幾次股災 你有學到什麼東西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第一次碰到的小型股災是 1997年到98年的亞洲金融紅包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真的很恐怖的 2008年的大股災 2008年那次股災我真的還蠻害怕的 比2000年那次還害怕 2008年就是跌到很凶 覺得全世界都要世界末日了怎麼辦怎麼辦 重點是 不管股災有多恐怖 你一定要先活下來 我們今年以來呢 其實台股的大盤他從年初的萬八大關 這個一路往下震盪 從最高的18619點 跌到了最低7月初的13951點 這中間弱差了將近4700點 這樣說大家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呢 悠悠覺得股市中有一句話說的沒錯 做多賺得多 做空賺得快 因為每一次下跌呢 都是咻咻咻的感進度 這一波呢 從萬八到萬四 大概只花了六個月的時間 但是2021年去年一整年 大盤不過就只漲了3500點 加上2019年2020年也都是多頭年 因此呢 今年對投資人來說 真的是非常煎熬的一年 很多人一定會想問 都已經下跌兩成多了 這波空投是不是有機會結束 落底了嗎 實際上來說呢 悠悠你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空投一開始呢 都是對於多頭的過度樂觀的估值 做一個修正 那到了修正一定階段之後呢 接下來會對當時的經濟的調整狀況 還有跟官方的經濟對策的一個 互動的結果呢 產生一個變動的影響 所以你真的要說空投未到什麼狀況 才會結束 其實真的很難說得準 但是我們呢 可以在一個市場比較不好的時候呢 透過過去幾次的股災來觀察 特別你可以去看一下說過去股災裡面呢 哪一次的形態跟這一次的形態比較接近 那你就可以來做為一個對照組 參考一下 這時候呢你的心中呢 就會比較安定一點 特別是說 手上如果是ETF的話 它比較是一個整組的投資組合 這方面反而是會比過去來講 安定性會好一點 由於呢 元大台灣50 0050是在2003年掛牌上市的 所以呢我們就觀察2003年之後的這十幾個年頭 我們來看這幾次的大回檔 加上今年的話大約有六次 來看一下這幾次發生了什麼事情 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底 當時呢是金融海嘯 高點出現在2007年的10月 當時最高點為9859點 接著一路下跌跌到了3955點 跌幅高達6成 是這十多個年頭以來下跌最猛烈的時刻 而且這段熊市還維持了大概14個月的時間 2011年發生歐債危機 當時高點出現在2011年的2月 是9220點 後來下跌到6609點回檔了28% 收縮的期間呢大概是11個月左右 在2015年的時候 路股喊出了去槓桿跨 當時股市多次熔斷 台股也受到了影響 當時高點是1014點 出現在2015年4月 之後震盪下跌大約5個月的時間 跌幅28%來到7203點 2018年中美貿易戰 高點來到11062點 低點是9319點 從2018年10月到2019年1月 大概回檔4個月的時間 高點的落差是16%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從12197點跌到了8523點 下跌大約是30% 不過當時各國馬上降息90% 所以只回檔了3個月就V轉了 最近一次也就是今年 美國因為升息 所有表加上市場有衰退的疑慮 所以截至7月11號 從年初最高的18619點 跌到了13951點 這7個月左右的時間 大概回檔了25% 那麼這幾次的回檔 大家手上的ETF狀況如何呢 我們就以元大台灣50 還有元大高股息0056來看 因為只有這兩檔持續時間 是比較久的 那這兩檔都經歷過2007年以來的 市場多空投 參考價值就比較高 另外呢這兩檔ETF呢 分別是台灣股市的市值型 跟高息型的ETF代表 那買的人也多 受到特別的關注 有指標性意義 我們來看圖卡 先來看0050 我們觀察的方式 是以大盤下跌的段期間 來看0050的表現 從圖卡中可以看到 市值型的0050 它的下跌期間 下跌幅度 幾乎都跟大盤同步 大概2007年 2008年的金黃海嘯期間 大盤下跌六成 0050也大概跌了六成 當時0050股價 從72.3元跌到剩下28.53元 現在聽起來 覺得好想買的價格 現在跌這麼多 都還在100元以上 今年以來我們統計到 2022年的7月11號 大盤最多回檔了25% 那0050它從152.4元跌到108.45元 回檔29% 但是還是在100元以上 接著我們來看0056的狀況 我們先看下跌幅度 可以發現0056雖然是高股息型的ETF 但是它回檔修正的百分比 也是跟大盤差不多的 不過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注意到 2007年回檔的時候 大盤的最高點 是出現在2007年10月 之後便一路震盪下跌 但0056的最高點 反而是出現在2008年5月 之後才開始下跌 等於大盤開始跌的時候 0056反而還震盪走高 等到大盤跌了半年多之後 0056才開始下跌 而且2011年還有今年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這六次熊市有三次的時間 高股息ETF0056它都比大盤比較晚開始下跌 概念上來說 應該是因為股市下跌初期 因為這類的價值型投資 高股息的商品會有殖利率的保護 所以投資人相對願意持有或甚至是進場 但等到市場跌升 投資人可能會擔心賺股息賠價差 或是市場上出現了其他更高指令率的標的 就會開始賣掉手上原本的高股息ETF 我們來看另外一檔很受歡迎的 國泰有序高股息也是這樣 它在2020年7月掛牌 所以目前只有經歷過今年的空投 大盤2022年最高點出現在1月 但00878的最高點是出現在2月 一樣比較晚開始下跌 當時股價最高是19.78元 同樣截至7月11號 今年以來的ZD點出現在7月7日 每股為15.95元 回檔19% 比大盤回檔25% 表現好了一點 但是股價下跌之後 ETF的配息有受到影響嗎 這應該是買ETF的人最關心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 ETF配出來的股息 假設2008年配的 就會是當年度成分股配給它的 所以實際上都是成分股在2007年的獲利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熊市期間過後的那一年 配息是不是會有變化 我們先來看0050 它在2007年2008年分別配發2.5元跟2元 但是經過經濟衰退股市下跌之後 2009年的股利只剩下1元 那另外一個小空頭 2015年的隔年也是股利縮水比較嚴重 2015年配發2元 但是2016年只配了0.85元 不過其他次的熊市就看不太出來 股息的金額有明顯的縮水 甚至還有增加的狀況 比如2011年配發了1.95元 2012年配了1.85元 2018年配2.9元 那隔年配3元 那到2020年配3.6元 2021年配3.4元 至於今年0050合計配息5元 明年還不知道 接下來看高股息的0056 2007年12月才掛牌 所以2007年2018年沒有配息可以理解 因為剛好就上來就碰到了空頭 但是2009年它有配息2元 接著2011年熊市配息2.2元 隔年配息1.3元 縮水比較明顯 不過後續的配息呢 整體是越來越高 2015年配息1元 隔年配1.3元 2018年配1.45元 隔年配1.8元 2020年配息1.6元 隔年配1.8元 這表示雖然股市碰到了熊市 但看起來0056的配息金額 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所以整體來看 從價差的角度而言 今年的回檔 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會落底 但以目前來說 氛圍是比較屬於 經濟狀況的一個調整 但還是要留意 它會不會擴大成全面性的系統性危機 比如像是2008年的狀況 當時就是由美國的四代風暴 慢慢演變成了一場 大規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所以當時回檔的時間最長 幅度最大 回檔了14個月下跌了6成 其餘在2011年、2015年、2018年 都比較沒有衰退的陰霾在 但是今年衰退的疑慮越來越高 央行在6月的記者會中就提到 目前已經有不少國際機構 紛紛下調今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所以我們假設參考2008年 這個最極端的狀況 如果衰退 它從疑慮變成一個真實事件 那麼今年下跌了兩成 恐怕還沒有反應完衰退的市場 前面我們提到我們觀察 0050跟0056的配息 雖然不見得每次熊市之後的配息會縮水 不過以0050來看 你碰到的是比較大型的熊市 像是2008年這種大衰退之後 隔年確實會配的比較少 所以你做一個安全性的準備 你必須要想 如果今年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衰退的話 那你必須要把今年的配息 跟明年可能減少的配息 做一個加總之後 再去試算一個比較合乎現實的殖利率 你不要光用今年的價格去算今年的配息 來算出一個比較高的殖利率 因為這個殖利率如果從兩年的觀點來看 現在的殖利率可能是稍微會有一點 計算上偏高的疑慮 那這是在面對一個 如果接下來12個月有可能有比較大衰退風險疑慮的時候 你必須要加進去的風險考量 所以總結來說 如果你是屬於分批加碼 或是定期定額買進的人 不管你是市值型或高席型 那你都建議呢 最好用更嚴謹的標準 或者是用更分散次數的方式來進場 千萬不要一次買滿 嚴守紀律拉長分批佈局 可能會是讓你今年能不能睡得安穩的關鍵 謝謝鳳哥跟我們分享寶貴的經驗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Smart人都能學會ETF 我們下次見 掰掰